连续第N年成为月饼代言人的凯莉陈慧玲 几十九日出席活动时 表示会向两名儿子灌输有关中秋节的概念 但是就不会在现阶段给他们玩蜡烛和灯笼 这个还没有叫他这样子玩 因为怕他们就是会在家里生活嘛 其实我自己小时候也有玩过 我就是大概七八岁的时候吧 所以他现在五岁还是小 可能几年后他自己会自己拿东西玩 另外陈慧玲表示 由于大儿子在放暑假 因此有计划带他外游 但近日又发生了马航被导弹击落事件 让他对远行产生了控制 就是希望可以去一些比较近香港的地方吧 因为如果要去欧洲很远的地方 因为我的小儿子还是要睡午觉 他那么小还是不是很方便 优酷全娱乐 香港报道